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日总结》,我是李慧儿 这个环节的嘉宾有Stanley,Stanley你好好 首先看看内地和香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普遍下跌,湖深300指数收市报3849点跌39点 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2885点跌18点 侵证成分指数收市报9626点跌147点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6595点升128点 国企指数收市报10506点升55点 大市成交672亿 Stanley看大市,今天有个利好消息 就是有传中美难以在12月15日前达成贸易协议 美国可能至少都会推迟原定在那日生效的新关税 港股今天一度都反弹超过200点 但是弹力就有限,越收越窄 收市就升128点,都是26500之间徘徊 为什么弹力这么弱呢 其实应该这么说,这些和战商关的消息 都已经是,在过去年间的时间 都又好又滑,不断的间歇性地传出来的了 如果以当前的情况来看 短期里面要达成一个初步协议的机会 应该就不高的 因为你想想,现在都已经是11月底了 但是连这个会面的地方都还未清楚的时间 你想想,下段大家怎样可以谈得到呢 所以,我觉得达成的机会真是不高 但是你说,有没有机会 可能将原先叫做12月中的时间 那些额外征收的关税 叫做暂时撤销呢 甚至可能再延后呢 机会亦都是相对比较大 因为现在,假设作要硬硬去征收的话 也都会可能令到,你说真的 因为那个谈判真的有机会破裂 也真的不出奇 但是,即使看上去相对比较正面也好 但是整个格局呢 都仍是比较几乎下的 因为记住,其实现在影响着港股的因素 都除了,你可以说是中美密谈判这些消息之外 本地局势的变化 以至到人民币国会价的因素 都是要留意的 而且,我都相信你说 中美密谈判这一个情况 这些好坏交替的情况都会保持住 所以按道理,恒指有没有机会 会有比较大的突破 甚至乎有没有上升的吹发势 暂时都看不到 所以按照近日的走势去看的话 我都相信恒指大概是26,000至27,000 这位置暂时先拉它 是,看完大市都看下主育股的情况 是个别发展的 Stanley,我见到曼洲今天都高见8.27 中国粮油先升后跌 收市跌了0.6% 今天农业农村部都发表了 它说生猪的生产整体 进入了止降回升的转折期 即是踏入11月 生猪的价格有所回落 终于没那么贵 之前数据都显示了 猪价都已经跌了连续三个星期 今次的回落是否意味着 猪价升幅就止暴 猪肉股也没什么运行 两体,虽然你可以说猪肉价格 现在终于有一个叫回落的趋势 你见各地区最新一些的猪肉价格 有一个叫回落的情况 但是现在即使回落也好 其实猪价和上年同期相比 都依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意味着 今年来说猪价 即使战争下跌也好 都仍然比较高期 所以如果这样计算 很多公司都仍然受益这个情况 但是你有没有拐点 就是猪肉价格真的如何转弱 可能到下年的时间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但是今天你见到 那些猪肉股 好像你说 尽量肉食为例 今天个价格是比较偏弱的 也都反映到 大家见到猪肉价格下跌之下 都对于它的股价 也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你见到 曼洲 这个股价还是比较坚挺 你见到它都有一战下的 因为曼洲本身 经常都说 从中央贸易谈判的消息 那个密切度更加之高 所以 一只升一只只 都会出现这种状况 例如以猪肉价格去看 我自己看 今年来说 还是比较上 审慎乐观的 不过对这些股份来说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猪肉价格上升 是不是他们真的 叫做受益得到 当前这个情况 都未至于是 因为你看看 好像1690 就是中粮肉食 它的业绩 尚管的业绩 其实你见到 猪肉价格上升 对帮助都真的不大 所以按道理 其实你说 我当时炒的气氛 但是 暂时来说 好像以中粮肉食为例 即使有些回调也好 但是初步看 再跌下去 大概是2.3 2.4 这一段时间 应该都有一个不错的支持 所以暂时来说 如果你想说薄反弹的话 都可以留意这些说明 其实猪肉股 现在都可以 入一入 我觉得可以后低再买 我觉得OK 因为猪肉价格 短期有个叫下跌 开始一些消息 对于这个板范来说 气氛上 是有些影响的 但是初步看 即使你说跌也好 我觉得未到一个拐点 所以变成再调整下的时间 可能2.3 2.4的时间 都可以考虑中粮肉食 猪肉股 可以看看 另一只 真的没什么运行 沙沙昨天 就发表了业绩 看见它转型 违规都3千多万 毛利率 按年跌了2.2% 至到3.8% 有大行 今天还将沙沙目标 由过半下调到过4 沙沙都计划 透过缩减店铺面积和关店方式 合理化店铺的网络 目标在2020年就关闭了大概30间铺 尤其是旅客地区 沙沙今天看到股价都低了超过3% 是否还没见底 有好两题 因为其实你可以说业绩这个差的因素 其实在某程度上大家已经预在之内 即是已经预了差的 但问题是究竟差到何时呢 这个就真的要好似乎本地局势的情况 但有个不争的事实就是 其实本身沙沙的业绩表现 没错 今次又受到一些本地事件影响 但回到这件事件之前的时间 其实它的业务的发展都已经开始有些转异了 这也跟可能就是本身很多内地的消费者 他们真的叫我们来观光的时间 来买一些化妆品 这个模式有些不同了 因为其实现在内地的消费者 我程度上可以透过网购 去买这些化妆品之余 因为之前是今年的7月份的时间 开始内地减了一些税 就是减了一些化妆品的税 所以变相之下 他们未必必需要透过来香港这裏 买化妆品 所以这个对于沙沙未来的发展方面 可能那个挑战更加之大 但当然了 你说现在公司可能做一些 业务上的一些调整 例如说可能生减一些 可能那个营养口比较差一点的店铺 这个都是合理的做法 但只不过究竟 即是什么时候可以说叫做脱困 没办法 都要看一下究竟 这些本地局势什么时候可以完结 但因为始终都可以说 充装着比较多的不觉定性 所以虽然它的价格强了不少 但我觉得这些位置 暂时都可以再等一等 你又想说 播个反弹的价格 可能再下去大概是 下面一个劳本这些位置的时间 才再想一想 但是 也这么说 这么多股份 都可以给大家选择的时间 这些股份 我基本上都不是那么明朗的话 都可以的话 都可以再观望一下 而且移尖守住 应该去看看 对 也谢谢Stanley 这么详细的分析 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也要和Stanley申报 有没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也没有持有的 谢谢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再见